大哥为啥要吹气啊 这是不是皮跟肉就分开了 见过吹牛的 你见过吹羊的吗 这有多少斤 24亿 这是多少钱的 1,05块 大哥 那像我斤 拿的这样的加工费怎么算 费院是4块9 费费院9块9 就是像这种 拿一个货样来的多不多 不值 费多 那时候拿过三四个的 那公司来这边聚餐 也是感觉货样自己吃的新鲜 好不容易都是现在 都是喜欢 累嘛 都为了健康 都喜欢吃新鲜的食材 还有那百分之类的 那像这种自己带食材 乃光整加工费的 应该在吉南是第一家吧 肯定是第一家 咱吉南还没油 啊 半身羊 一块不都没油了 全是精肉 美女 这一般羊九斤七两 九斤七两是多少钱的加工费 9块9一斤 一百块钱吧 那个人请洗吗 看自己洗 你老持家一般都是不稀 我是简易不稀 这样吃的比较难 这不稀能吃啊 能吃 老持家一般都是 比较难吃 沙冬日这般都是不稀就烤粮 对 为什么就是不能稀 因为这羊肉一稀 它这个 圆梅的味道它会少一半 所以沙冬日吃烤羊肉 将就就是这种鲜沙不稀 鲜美 那是整个鸡蛋都这样 还是整个价是这样的 整个鸡蛋都这样吧 这一串差多少啊 自己摞着不定量啊 但是咱山东来都是号双 基本上都是一斤七步 咱这个样子都是鲜啥的 你要想吃新鲜的羊肉 美味的羊肉 必须得快大 快小了 新鲜不出这个羊肉的美味 我看你其他地方都是有命活 为什么那边都是 不用命活 命活都靠不来嘛 大师 不来啊 我的蛋汁羊烤好了 这肉串简直是火酒店啊 太大了 我们那边可不这样吃 先来查一口吧 看这个吗 太过瘾了这种吃法 有蒜呗 我就说去吃低头肉少了 反正是少蒜的 因为我们买的是小山 所以它这个肉质还是蛮嫩的 但是烤的稍微有一点点的 我应该再烤在那一点就好了 烤了 但是一切儿吃 二羊肉身味都没有咯 那人就算对味多了 现在现烤的 连洗都没洗 直接烤的 确实好好吃呀 我觉得吃烤的 就是要自己带的肉 吃着放心又好吃呀 吃吃烤的 哎呀 这五块太大了 还得要人辅助呢 不论是第一次吃没有 习惯的羊肉啊 但是真的啊 一点意味都没有 还是蛮意外的 再大口吃肉 简直太过瘾了 我觉得这一斤的量 我也够 谢谢大家